跟大家说个事啊 那个手上有国内抖音账号 有十万粉丝的兄弟 还是姐妹也好 我据我所知啊 国内很多人都有十万粉丝的抖音账号 但是呢 无法实行变现 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不错的一个点子 你们可以给我取得联系 大概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在离中国很远的一个城市 相对来说最远的城市了 叫阿根廷 这个城市现在在户外搞直播的非常少 大家都知道户外直播 特别是在海外 相对来说比较受欢迎 至于你比方说阿根廷前一段时间 拿到了世界冠军 我拿我的小号在户外直播一下 你就啥也不用说话 就在那放着 直播间最多 很快就能上个 我才三万多的粉丝的 在线都一千多人 但是我现在没有权限 我现在只有四万多 我现在寻求一个有十万粉丝抖音账号的人 我们想办法开通海外权限 我这个我有办法 你只要是能 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么你就跟我取得联系 我留言就好了 给我私信 我们到时候无非就是多一个什么呢 第一呢 我可以把你的号好好养一养 我做主播 出国以来的一年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短视频领域 距离怎么变现 到时候咱们俩需要私了 无非就是带货嘛 再一个就是打赏之类的 这样呢 咱们成本非常低啊 一个小时的流量费用 就是室外的流量费用 也就三块到五块左右 如果我室内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费用 这样咱们俩 费用全摊 然后盈利也平摊 好吧 有需要的啊 或者有朋友 愿意以此为基础上面 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来做点什么生意的 阿根廷的特产还是很多的 阿根廷的大虾 有点炒啊 阿根廷的大虾 阿根廷的牛肉 阿根廷的马太茶 都可以 我就上上地点了啊 不和大家说了 有愿意的 记得一定要联系我 尽快啊 尽快啊 本人主播现在有点着急了 因为我的粉丝也基本上 快到十万了 也接近五万了 等我到十万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机会就不存在了 仅限两位 仅限两位朋友 太多了吧 我忙不过来 拜拜